我们所制作的专题是希望借由活动顶感的可调式点接处来达成加持不规则的弓箭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弓箭 这一块是我们的弓箭的婆视图 我们将其在爪面转有19个通孔 由这边可以看到有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及第五排 这五排通孔的孔内深度分别为都是35mm 而我们在甲爪的侧边转有了一、二、三、四、四个通孔 我们将其中间两个通孔以原拼磨屏之后再洗瓶 只留下两个通孔,一个用来漏油,一个用来放油 现在我们看到甲爪内部 我们将其这四个孔转孔连通 磨屏之后表面看不到 但经由婆视图,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每一个孔洞、每一个孔位都是相通的 我们利用这个原理来让里面甲爪达到一个油压缸的构造 系利用帕斯卡的原理 在压力传达到每一点时 顶杆的压力均会受到相同 我们利用这样的原理来达成我们预测销的目的 那现在,接着我们介绍另一个 这是我们的活动顶杆 前端系由黄铜所设计 前端的圆弧端是为了要加持不规则的弓箭 让我们的顶杆与各个弓箭呈可调式点接触 旁边的切槽部分呢,则是用来包覆O形环 每一个O形环可以受的压力是100公斤的油压力 利用这样的原理 我们可以使我们在甲爪内部加油的时候呢 活动顶杆不会因油的压力而顶出 那现在,接着这一块是我们的甲爪实体图 我们进行实际扯销 甲爪共有三块 我们的组员现在正在进行将其与三爪夹头配合 我们进行实际扯销 由图中可以看到 我们的甲爪在夹持到最正中央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正三角形 因此我们设定我们能夹持外径的最小范围 是25.04mm 开始进行车销 开始进行车销 做成一碗 开始进行车销 其中一个颜色的处理 是1分钟 现在进行车销 再进行车销 最后应该加热 是1分钟的锅 有点热 是4分钟的锅